好 大家好 我的白 欢迎来到我的白话天下 那么今天的315报告了那么多时间啊 我被点名要求去讲的最多的一个呢 就是老檀酸菜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这个事情很气愤吗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那样 就吃过这么一个老檀酸菜方便面嘛 这玩意真的遍及面实在太广了 我记得我们以前读大学那会儿的话 我就吃过这个东西啊 有些同学的话呢 甚至在这个寝室里面 把它当饭吃啊 你不光吃面 有的人我还看到他光光光光 就把这个汤给喝下去了 好家伙今年315那一天啊 就昨天嘛 今天霹雳啊 说我们吃的这个老檀酸菜 居然不是老檀酸菜 而是他妈的土坑酸菜 大坑酸菜啊 真的是大大的坑了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酸菜啊 北方的朋友肯定知道的 所谓大坑酸菜的话 就是露天搞了个坑 晚上那铺成塑料袋 就开始往里面淹酸菜了嘛 一个是卫生条件极差 你天上钓个鸟屎 是吧 污染物 你不知道的 然后呢 这个胭脂工人呢 他就穿这个拖鞋 或者说光这个脚在这里面走来走去 抽完烟之后 把这个烟蒂也丢在这里面 当然这个事情 你要跟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讲呢 你比方说我们父母辈的人说呢 他们可能会说的 这有什么稀奇的 你小的时候吃的 你的这个咸菜 不都是你们的爷爷奶奶 是吧 你这个脚踩出来了吗 怕啥呀 问题是现在工业化制造的 这个大坑酸菜 比我们小时候 自制的那个酸菜啊 不卫生多了 危险多了 因为他还得超标的 往里加防腐机呀 这个是关键 因为你不加防腐机的话 大面积露天露天 你搞这么一个酸菜坑 腌酸菜 很容易发臭胆 你必须得超标 加入防腐机才行啊 而且有个事情 你可能还不知道 国家其实目前是明令禁止 做这种大坑酸菜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玩意儿呢 不光说是卫生安全有问题 还会破坏环境呢 之前东北地区不就发生过 类似的这个事情吗 有人搞大坑酸菜 往来把泥出来的这个水呢 就排到那个河道里面去 超标的这个化学物质 跟盐分啊 直接就把这个水 跟土地 都给污染掉了 所以说直接就把它取缔了 但是现在呢 给康师傅 给统一这种方便面企业啊 供获的这么一些个 这种酸菜工厂啊 居然是大面积的 搞的就是这种大坑酸菜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了 那康师傅统一 怎么会允许这些工厂 给自己提供这种大坑酸菜呢 那酸菜公司 事先跟康师傅统一谈的时候 包括合同签的时候 肯定不说 我给你大坑酸菜的 而是标准化的 在这个腌制工厂里面 腌制出的这个好酸菜 标准酸菜的 但实际供货的时候呢 这帮黑心厂家他就干嘛呢 几次冲好呢 把这个大坑酸菜呢 给他们了嘛 然后我们就吃进肚子里面了嘛 那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那既然酸菜公司 把大坑酸菜给了 康师傅统一 标准化车街里面 伸出来的好酸菜 给了谁呢 说到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让人 最生气的地方来了 好酸菜居然说是出口 卖到国外去了 然后记者暗访的时候 负责人他就给了一个理由 为什么把这个大坑酸菜 留给我们国人吃 把好酸菜卖给外国人呢 父子人讲啊 因为大坑酸菜卖到国外 要是被抓到的话啊 我要被罚十万块钱啊 卖到国内被抓到的话 只要罚一两千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 在天底下 怎么还会有这么无耻的一帮人啊 我们经常讲 中国人不坑中国人 现实呢 这一帮中国人 丧尽天然的中国人 净坑中国人自己了 而且现在这个问题 更让人害怕的地方在哪里啊 今天老坑酸菜有问题 被曝光出来了 是吧 那么有没有实际也有问题 但是没有被曝光的呢 有的朋友在说 榨菜呢 俘乳呢 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皮蛋呢 松花蛋呢 是不是都进得起调查呢 老是讲我持悲观态度 因为你就想这么一个 朴素的道理好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板里面 冒出了一只蟑螂 房间里面可能只有一只蟑螂嘛 你把这个地板 啪这么一掀的话 底下肯定藏着 无数只的蟑螂啊 那画面简直是让你触目惊心 那这种事情既然发生了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 你别光在那里提出问题 你不提解决方案 你怎么解决 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了 首先对于这种黑心商人啊 必须严惩 以做警示 不能一两千了事了 你要我说这帮上进天然的东西啊 要把他们罚到倾家荡产为止 其次把互联网技术给用上 上次天津核饭事件 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启发 就是说他们以后打算是怎么着呢 给那些核饭制作工厂呢 安装一个24小时的这个监控摄像头 全程在线直播 就让家长随时随地就可以点进去呢 手机电脑点进去看 看看你有没有合格的这个在操作的 全程监控 看你们还赶不赶回来 那这种互联网监督手段的话 可以适当的改造设计 用到这种酸菜等大众消费品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嘛 让我们可以监督到他们 对于这帮人 你就是得靠这么一个外力给压下去了 一定不能够指望 他们说自己会良心发现的 因为马克思早就已经洞察出这帮资本家的本心了 他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啊 资本家就会胆大起来 当一个生意有20%的利润的时候 资本家就会活跃 有50%的利润的时候呢 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 当一个生意如果说是有百分百利润的时候啊 那资本家呢 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 所以说对于这帮黑了心的资本狂徒啊 你怎么还能够指望他们自己能改变吗 你如果指望他们自己能改变的话 你不是在白日做梦吗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老谭酸菜这个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花天香 再见